你相信吗 这种行情 还有这种行情 不看任何指标 不借助背离讯号 用聪明前概念以及ICT技术 只要用价格行为 抄底这种行情 吃到饱吃到爽 就好像数123这么简单 聪明前SMC或ICT技术很神 但是很多人觉得 聪明前概念很难很复杂 术语又很多 不过呢 我们可以把ICT的聪明前概念 跟一个经典技术 可以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只要三个简单的步骤 就能够抓到大波段的起涨点 还能够报完整个大行情 就像这几只股票 都是可以报到现在 五分钟就能学会 如果你还是觉得很难呢 没有关系 我甚至干脆做了一个工具 直接在图表上 标示买卖点给你 就好像这样 这虽然是属于 价格行为的技术 不是指标哦 但是使用这个工具 就能够让你就好像 在使用指标一样 不但如此啊 一旦出现了买点 这个工具也会非常贴心的 标示出止损点 让你不必大费周章的研究止损点了 不会纠结 止损应该放哪里才不会被洗啊 因为我这个止损点 就是根据关键支撑 并且用当下的波动率 来计算出最适切的止损点 不会放得太远 害你止损以后大亏 也不会太近 害你一直被洗 你看一般多数人都是直接设在关键支撑点 但是这个时候 主力就最喜欢直接灌破这个支撑 然后再拉抬 你就莫名的被洗了 而这个止损点呢 不太容易被洗 还有啊 这个工具还能帮助你 卖在最佳的时机点 完全不必等到趋势反转以后才跑 而是趋势行情涨完以后就先跑了 还有这个 都是一眼就看出 没有借用指标 不必依赖背离讯号 我是施魂 带你用简单的方法 获得有确定性的投资结果 稳稳赚钱 欢迎你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每周更新的精彩影片了 聪明前概念 ICT技术很难很复杂 因此 我把它跟连续12年大赚 完全没有败机的超迪必杀技 由华尔街交易中师 人称华尔街终结者的维克多斯布兰提 在他的著作专业投机原理 公开分享的123法则做结合 就变得好像数123那么简单了 而且非常的机械化与流程化 只要三个简单的步骤就能够高胜率的做好抄底 这部影片我就要跟你分享这一套 把ICT的市场结构概念 跟华尔街交易中师所开创的123法则结合的完整流程 不但如此 我还要教你个秘诀 只要一招 你就不会再抄底抄到住套房了 你从此知道什么条件之下才可以进场强反弹 什么条件之下进场抄底 随时在接刀子 会一直割到手 另外还有 聪明前概念的术语很多很陌生 其实这其中有很多技术早在30年前就由台湾的交易大师 技术学家李敬才教授就有明确的定义了 我将会结合台湾比较熟悉的术语来说明 帮助你快速的上手 我要跟你分享的交易策略 可以让你不管是在什么市场买卖股票都能够适用 而且这套策略也适用于交易外汇加密货币 以及大宗期货商品 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能够看透的话 绝对能够让你立即获得投资收益 影片的结尾呢 我要送你一个重磅福利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 看完今天的影片 你就会非常清晰的知道 该买什么 怎么买 以及怎么卖的完整流程了 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完整的买股指南 你绝对会大有收获 超明前Smart Money 一般是指那些大型的金融机构 包括对冲基金啊 银行或主力等 他们具有资源以及资讯的优势 甚至是操控市场 这些都是一般散户所不具备的 而ICT是Inner Circle Trader的缩写 是由Michael J. Harrison开发的一种交易方法 主要是专注于追踪聪明钱 也就是前述所说的大型金融机构的行动中去获利的 ICT技术啊 主要是使用技术分析来判别流动性区域 订单流失衡以及其他市场的因素 来观察跟追踪聪明钱的流向跟操纵的行为 ICT技术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板块 分别是价格行为分析 市场结构以及订单流 ICT技术是一种强调理解机构参与者 跟外汇市场动态重要性的交易方法 这套技术原本是操作外汇保证金为主的 是否就意味着 这套技术仅适合操作外汇呢? 事实上近年来 有不少的交易人用在加密货币上取得成功 甚至也开始有人把这套技术用在股票交易上 为了更进一步的打破你的疑虑 这部影片就以价格行为以及市场结构的技术 结合维克多的一二三法则 帮助你用最简单的抄底策略 就能够立即获得有确定性的结果 稳稳赚钱 只要五分钟就能完全的学会了 绝对可以让你不管是在什么市场买卖股票都能适用 而且这套策略也适用于交易外汇 加密货币以及大宗期货商品 影片的结尾呢 我要送你一个重磅福利 今天的内容绝对是满满的干货 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首先我要教你一个秘诀 只要学会一招 你就不会再抄底抄到住套房了 而且你从此知道什么条件之下才可以进场强反弹 什么条件之下你只能做剥头皮 股价在下跌的过程中 很多人会在这个位置 或者这个位置 又或者这个位置 或者这个位置进行抄底 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最终都是失败告终的嘛 为什么 其实有原因的哦 你只要掌握这个原因 从此你的抄底 你的成功率就会非常的高 你可以避免这个位置进场去抄底 虽然说你事后回头来看 你一定会觉得 我才不要在这种位置进场去抄底呢 可是在当下真的看不出来 当下你会觉得 哇这个好强哦 这个行情要来了 赶紧进场 可是呢 最终涨没几根就崩盘了 这里也是好像打底了 这里打底了 赶快进场 结果呢 涨没几根又崩盘了 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关键点还没被突破 你只要掌握这个技术 你观察这个关键点 只要还没被突破 你就千万不要进场去抄底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叫做末跌高的高点 只要没有被突破 就绝对不要进场去抄底 而且这个是在当下就能够看得出来的 它就明白在那里 绝对不是马后炮 这个末跌高是什么呢 怎么判断呢 这个股价它下跌的过程中 它一般不是一段是跌到底的 而是分段下跌 所以在这个股价下跌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抓这个下跌过程中的 最后一个转折高点 这个就是股价在下跌过程中的末跌高 只要这个末跌高没有被突破 就表示趋势没有被破坏 表示它还在下跌趋势的结构中 就表示股价还会再破底 那既然股价还会再破底 那么你这里进行抢反弹 抄底你的风险是极高的 因为它还会再破底 所以你只能抢个几根就跑了 你只能做窩头皮 比如说你这里这一根 你觉得已经打底了这一根进场 然后呢 你只能比如说我这里进场之后 我吃一个1比2 比如说你的止损点 你放在这一根的低点 然后呢 满足1比2的风险报酬比以后 这里1比2这一根马上跑 你只能这样子去做 你如果期待它能够形成一个上涨大反弹 或者形成上升趋势的话 那必然必须要破坏墨跌高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提到说 这个股价在下跌的过程中 它都是分段式下跌 并且形成这样子的高低点 越来越低的结构 这种结构称为lower high lower low的结构 就是形成低点越来越低 并且它的转折的高点也越来越低 只要这一个下跌过程中的这一个高点 也就是所谓的墨跌高 没有被突破的话 没有被破坏的话 那么这个结构的惯性就不变 它一定还会再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除非有一天破坏了这个结构之后 再打底才有机会形成上升趋势 好 当下该怎么去判断呢 我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比如你看起来这里有在打底的迹象 并且出现了买点 那究竟这个买点 它是适合拨头皮见好就收 还是可以放心大胆的进行强反弹呢 关键就在于墨跌高有没有被突破 突破墨跌高的这个行为 在台湾早在30年前就已经有定义了 这个名称称为翻空为多 ICT把它称为CHOCH 这个是Chance of Character的缩写 意思就是说下跌趋势的结构被破坏了 如果没有被破坏就表示说它还会再破底 那你这样子进行抄底的风险当然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 究竟怎么去判断墨跌高呢 在这个当下 打底过程中的这个当下 下跌过程中的最后一个转折高点在哪里呢 在这个当下往回看 最靠近的就是这个了 所以你在这里画一条线来观察 好 如果没突破那这里出现的买点你只能顶多 剥头皮你不能抢反弹 甚至不能做顺势操作哦 好 我们接着观察 好 又破底 好 如果再破底表示这个结构是这样子的 所以新的下跌过程中的最后一个转折高点在哪里呢 已经转移到这里了 所以我们要跟着转 好 再来观察 好 又反弹又破底 所以呢 新的 墨跌高又要转移到这里了 一直在推 所以 只要墨跌高没有被突破 表示它还会再破底 那你只能顶多 如果真的要做 就只能剥头皮 不适合做大反弹 甚至不适合做顺势操作 上升趋势也是一样哦 上升趋势我们就不是看墨跌 高 而是看陌生低 所谓的陌生低就是上涨过程中的 转折低点 所以只要陌生低没有被跌破 就表示趋势 还会进行下去 所以 表示股价还会创新高 那既然如此 如果说你前面已经进场了 而这个陌生低在上涨的过程中一直都没被破坏 就表示它还会再继续的创新高 那当然就不必急着把它卖掉 好 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当下 怎么去看陌生低呢 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当下我们怎么判断陌生低 转折的最后低点在这里嘛 所以我们在这里标注一下 好 接着观察 如果再创新高就要再转移哦 所以又创新高了 再创新高我们就要转移到这个低点 好 你就不断的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一直不断的转移 好 又创新高 所以你再转移 好 一直到被跌破了 表示趋势 上升趋势的结构被破坏了 Change of character 翻多为空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卖出的股票 那要如何抄底赚大钱呢 完整的买进流程只有三个步骤 卖出流程只有一个步骤 我们结合了这个聪明前概念 以及一二三法则之后 我们抄底的流程是完全反照 这个一二三法则的三个步骤来进行的 这个一二三法则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就是要突破下跌趋势线 但是我们现在不只是要要求突破趋势线而已 我们甚至要求必须要能够破坏下跌趋势的结构 所以第一步呢 我们必须要求这个股价是不破墨跌高 完成翻空为多 也就是Change of character 好 接下来还要等它有出现明显的拉回 而拉回不能破底 破底的话表示又回到下跌趋势的结构了 又形成新的末跌高必须重来 如果说没有破底呢 之后等股价上涨 突破平台 突破平台呢 这个聪明前概念里面叫做 Breakoff structure BOS 好 这两个步骤 第二步跟第三步 完全跟一二三法则是一样的 只有第一步 突破趋势线 改成翻空为多 如果说你在判断这个 墨跌高 翻空为多 拉回不破底 然后等破平台之类的 我觉得判断上比较困难的话 或者比较辛苦的话 你可以使用这个四分九天K线指标第六版 你只要在设定中 记得把这个趋势结构的开关打开 那就会帮你自动的显示 红色这个标签 翻空为多 CHOCH 这个就是 已经突破 墨跌高了 破坏趋势结构了 好 接下来 拉回不破底 再破平台 会有出现BOS的字眼 你看哦 出现BOS破平台的时候 有要求必须是强势的阳K线 像这一种 阴线去突破 有疑虑 这种就不行 它必须是像这一种 强势的阳K线才行 好 像这一个就有疑虑 虽然说后面涨上去 可是我们在当下 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要求之后再突破才行 好 我做一个示范 你就知道怎么操作了 好 比如说 我们来看这一段上涨 从头开始 这里 翻空为多嘛 好 你看拉回破平台 我们要求要强势阳线啊 这个不行 又跌回来 跌回来 你看这里有翻多为空 这个就是跌破墨升低了 所以呢 又回到下跌趋势结构 我们再等 破墨跌高 墨跌高在这里 好 所以呢 之后股价涨上来 涨上来 它会出现翻空为多的这个标签 这个Change of Character 好 接下来 等拉回 再破平台 好 破平台了 而且呢 这里 出现 止损的标签 所以我们就可以买进 好 买进之后啊 那我们的止损点 就是设定为这个价格 所以我这里固定一下 因为如果它之后再形成新的BOS 这个止损价也会跟着移动 所以我这里要固定一下 之后再破平台 你可以选择加码 如果需要的话 那我这里就选择不加码 好 什么时候卖出呢 卖出就等 像刚才这种 翻多为空 趋势结构被破坏以后 我才卖出 否则的话 就是去报 一直报到 出现趋势结构被破坏为止 出现翻多为空的这个标签了 表示说 上升趋势结构被破坏了 好 有疑虑了 有可能要做投下杀 所以我就先出 就这样子操作 它在跌破了这个陌生地之后啊 开始进行反弹 这个时候 它反弹之后 将来 它会不会又创新高呢 还是说 这里的反弹 只是做一个 筹部的反弹之后 要破底呢 好 所以呢 关键就在于什么 三部曲 刚才的 一二三把折的三部曲 能不能再进行一次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场去操作 因为它有机会形成这样子的结构 再创新高嘛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盘中操作 看看究竟它有没有机会 现在完成翻空为多了 所以要等股价拉回不破底 再来等BOS拉回 好 破底了 所以必须重来 再等一次翻空为多 好 翻空为多了 再来进入第二步骤 拉回不破底 然后等出现BOS 哎 拉回没有破底 又出现BOS 而且是 强势的长氧线嘛 然后呢 这里帮你标注了这个止损价 好 我再进场 并且固定一下我的止损价 好 接下来我等 等出现翻多尾空 我才卖出 哎 一直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出现任何的翻多尾空的讯号 所以呢 持股取报 好 看完美股 我们来看一个台股的例子 好 记得哦 你看 前面这段下跌的过程中 这里是不是形成了翻多尾空之后 再破底 你看到这里橘色的BOS或平台 这个就是形成下跌趋势的结构 形成Low Low的结构 在这个过程中啊 如果没有翻空为多的标签 记得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的进场去接刀子 必须要等到翻空为多以后 好 你看这里 翻空为多之后 好 接下来 还要观察拉回不破底哦 如果说没有拉回 继续等 如果说有拉回 但是破底了 好 抱歉 它又形成这个橘色的BOS了 那就必须重来 因为又形成了新的墨跌高了 又回到下跌趋势结构了 所以又必须重来 我们接下来看 究竟之后 它拉回会不会破底呢 好 接下来观察 没破底 好 破平台了 破平台我们就买进 买进之后 这是我们的止损点 这里做一个固定 好 涨上去了 涨上去之后 我们怎么控盘呢 就交给翻多为空 如果说上涨的过程中 一直都没有出现翻多为空的这个标签 就表示说趋势结构 上升趋势结构 一直维持股变 就意味着股价它一定会再创新高 当然我们就持股续报 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出现任何的卖讯 所以我们就持股续报 好在这个过程中 只要有再度出现新的BOS 你可以考虑加码 当然根据你自己的交易策略为主 这套策略放租四海接准 做短线单冲也很适合 比如说比特币 黄金 纳斯达克 指数 期货等等都非常的适合 而且做空也一样简单哦 只要反过来使用就可以了 比特币五分线 我们来看一个放空的例子 我帮你做了一个笔记 放空跟做多呢 反过来用就可以了 所以原本第一步 突破末跌高 所以呢 放空呢 第一步要破坏上升趋势结构 就是要跌破末升低 翻多为空 一样是Change of Character 好再来第二步呢 是反弹哦 反弹不创高 好第三步一样 BOS 不过这个BOS 就是橘色的BOS 然后记得BOS 最好是什么 强势的阴线 好 一定要设定支障点 那退出呢 就是翻空为多 好这里 我们来看 这个 这个是原本是上升趋势嘛 好这里翻多为空了 接下来等反弹 反弹好 再破底 形成BOS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支障点嘛 好我们这里 可以做一个标注固定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放空 好 接下来 如果说突破我们的止损点 我们就止损认了 如果说没有呢 反而跌下来呢 我们等出现翻空为多的标签 好再破底 这些你都会选择是否要加嘛 好 好 翻空为多了 所以我们就退出 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实用的工具 我已经整合到四魂九田K线指标里 将来有关价格行为相关的工具 都会整合到这个工具箱里 如果你已经有申请过这个指标 只要重新载入 就会自动更新到最新的V6版本 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请呢 请参考影片描述区的连结申请 在使用之前 请在指标的设定中 找到如标示A的趋势结构这个栏位 然后根据你的需求进行设定 标示B是开启趋势结构的开关 只要开启之后 才会显示相关的买卖讯号标签 而判断突破的方式呢 如果你是倾向用K线实体啊 请打开标示C的开关 如果关闭的话 是以上下引线突破作为判断的 再来标示D的部分是设定颜色 E呢 是显示止损点的开关 F是让你决定在图表上 要显示多少个突破 未免图表太过凌乱 也避免指标Overroading 请避免显示过多的突破哦 标示G的级别 是决定市场结构的级别 数字越大 分析的市场结构级别就越大 一般可以设定5啊 10 20等等 以此类推 如果你不想盯盘 并且希望指标在出现Change of Character 或者是BOS讯号以后提醒你 你可以使用快讯的功能 这样一来啊 你第一时间就掌握别人不知道的讯息 一眼就看出机会 简直太方便太人性化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对这个指标爱不释手 ICT技术 除了市场结构以外 你还希望我能够分享哪一些技术呢 如果你希望我能够分享更多的ICT技术 以及聪明前概念的话 请留言ICT让我知道 这一套价格行为的抄底策略已经非常全面了 绝对是既简单 而且是确定性非常高的抄底秘技 让你快速获得投资的结果稳稳赚快钱 过往这套策略再好再全面 也不是万无一失的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 提高抄底成功率的方法 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份能够帮助你提高交易胜率的秘籍 传授你在不确定时期 能够把交易胜率提升80%的五个诀窍 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份秘籍呢 请参考并点击资讯描述栏的连结下载 如果你想知道市场是如何给你一个完整的讯号 有没有更多直观的方法 能够判断我们现在该不该买 是不是现在买 放多少仓位 我有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准确的方法 可以明确的做出判断 让你获得有确定性的结果 我为你精心准备了一场价值超过1000美金的线上直播客 在直播里 我还要为你准备大量的实用的工具和指标 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描述区 看到我给你准备的一个限时免费的线上课程 一定可以帮你获得确定的结果 我是施魂 带你用简单的方法获得有确定性的投资结果 稳稳赚钱 我在台湾出版过四本的技术分析书籍 是超盘手同时也是超盘教练 这个频道是帮助你客服每一个交易的时候 会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 如果你对这些书籍有兴趣的话 请参考描述栏的说明 所以我未来会继续的在这个频道里 详细的跟大家分享确定性的 从投资里赚到钱的思路 那今天的内容你怎么看待呢 也欢迎随时跟我互动留言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最后 是很真心祝福每一位关注我的朋友们 超盘得心应手 一起加油